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黑豆被誉为百豆之丸 营养价值极高 黑豆是一种典型的高蛋白 低脂肪的食物 同时含有多种氨基酸 以及人体所需要的不饱和脂肪酸 这些都对身体有非常大的补益作用 黑豆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花青素 易环酮 以及微量元素 有非常好的延缓衰老 降低血脂的作用 另外黑豆入肾经 有非常好的补肾 钻痒的作用 经常使用黑豆对肾虚 体弱 腰膝酸软 都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黑豆的养生吃法 不胜作用可以提高十几倍 并且也有非常好的降血脂 防止动脉硬化 延缓衰老的作用 首先我们要准备20克的黑豆 黑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 它被誉为豆中之丸 营养价值极高 黑豆有益气不胜的效果 对于肾气亏虚导致的面色参白 气短 致汗 腰膝酸软 倦怠无力 都有一定的调理作用 此外黑豆中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能够降低人体脂肪 胆固醇含量 预防血脂升高 延缓动脉周样硬化的发展 降低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 根据中医的理论 黑豆乃肾之骨 黑色属水 水走肾 所以肾虚的人使用黑豆 可以清风除热 调中下气 解毒 腻尿 可以有效的缓解尿瓶 腰酸 背痛 女性白带增多 以及下腹阴冷等症状 接着再来准备20克的莲子 莲子是许多人钟爱的中药材之一 除了美味可口 软弱香甜 莲子还被尊为滋补养生的佳品 莲子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和多种微量元素 如钙 磷 铁 铅等 莲子的好处非常多 莲子有补肾 钻痒的作用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氨基酸 能够强壮人体肾脏功能 增强男性功能 有益于改善因肾虚导致的 阳尾 爪蟹等等的问题 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莲子含有多种 生物活性物质 不仅可以去除体内的热毒 还可以清理肠胃中的有害物质 如细菌 毒素等 长期使用莲子还可以预防和辅助常见的肠胃疾病 如胃炎 肠炎 腹泻等等 莲子还能够促进新陈代谢 因为莲子中所含的零元素和糖类 可以提供能量 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 增强人体免疫力 和自身康复的能力 长期使用莲子还有缓解疲劳 减少身体疲惫感 经常吃莲子还能够起到安神助眠的作用 莲子富含一种叫做联心态的物质 具有一定的正经作用 可以缓解失眠 焦虑等精神紧张问题 此外 莲子可以调节神经系统 提高人们的精神状态和情绪稳定性 莲子我们需要把它撬开 去除里面的莲心 接着再准备20克左右的花生 花生它是一种常见的食物 也是一种中药材 可以补充营养 花生中含有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A 维生素B2 维生素E 钙 磷 铁等营养成分 适当地吃花生 可以为身体补充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对健康发育都非常有益 中老年朋友平时适当地吃一些花生 可以降低胆固醇 花生中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分解人体内的胆固醇 对于高血脂症 高血压 胆固醇 适当地吃花生都有一定的好处 另外花生还可以补肾钻养 可以改善肾养虚引起的症状 花生中含有丰富的纤维和蛋白质 能够帮助调节血糖水平 减少糖尿病的风险 花生中含有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降低胆固醇水平 减少筋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我们先把黑豆和花生 莲子用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换干净的清水 浸泡半个小时 接着再来准备一小节的铁棍三药 铁棍三药的功效和作用都非常的高 有补肾、甜筋、预防贫血和降血糖、美容等等的作用 铁棍三药性肝、胃贫、入肺、皮和肾筋 含有多种氨基酸、淀粉、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具有健脾、开胃、补肾、甜筋、生筋止渴的功效 还能够预防贫血 铁棍三药中的氨基酸含量比较高 经常食用可以促进体内蛋白质合成 提高肌体免疫力 还含有丰富的铁 能够很好的补充铁 对于缺铁性贫血有很好的防治作用 还能够降糖、美容、有降血糖的作用 糖尿病人可以经常吃 含有维生素C可以美白肌肤 抵抗皱纹 山药去皮后把它切成薄片 接着把切好的山药和浸泡好的花生黑豆 莲子全部倒入砂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盖上盖子 先煮上半个小时 趁这个时间 再来准备五克的枸杞 枸杞是一种中药 枸杞味肝、性贫、归肝经、肾经、肺经 功效具有非常好的滋补肝肾、易经明目 可以治疗肝肾阴虚 引起的五心防热、糟热、倒汗、心防失眠等症状 枸杞具有非常好的补肾作用 主要是补肾阴 所以剩不好的朋友平时可以多吃一些枸杞 用来泡水喝、煲汤、生嚼都是可以的 半个小时后里面的食材都煮得比较软烂了 再把枸杞加进来 然后再煮五分钟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啦 五分钟之后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简单调味 就可以装碗开吃啦 这道汤里面的食材吃起来软软糯糯非常好吃 如果老年朋友经常会出现腰细酸软 四肢无力 浑身乏力 不妨可以多煮这道汤来喝 可以帮助我们补肾 缓解腰酸 四肢无力的情况 建议中老年朋友可以每周煮上一到两次来喝 具有非常好的保健作用 喜欢的朋友就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